最漫长的一天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以赛亚书二十七章 二至九节 十二至十三节 那一天 你们要为那果实 雷雷的葡萄园歌唱 我上主要看守他 仔细灌溉他 我要日夜看守 不让人伤害他 我的愤怒将止息 要是发现里面 长出荆棘和侄来 我就会加以攻击 消掉他们 除非他们向我求饶 让他们与我和解罢 是的 让他们与我和解 时候将到 雅各的子孙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 果实要遍布全地 上主曾否痛击以色列 如同痛击他的敌人呢 他曾否惩罚以色列 如同惩罚他的敌人呢 没有 但他清算以色列的罪 驱逐了他 以色列被逐离故土 就像被东方的暴风刮走一样 上主这样做 是要清除以色列的邪恶 除去他所有的罪 最终以教的祭坛 都要化为尘土 不再有阿赛拉的储像 或以教神坛立起来 但时候将到 上主要让人用手锏谷粒那样 把他们聚集起来 他要把他们一个个聚集起来 从东边的邮法拉底河 一直到西边的埃及溪 到了那一天 大号角要吹响 去多流亡到亚述和埃及的将死之人 却要回到耶路撒冷 在上主的圣山上敬拜他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父母的心肠 以色列人犯罪累累 公义的上主司 以非常沉重的管教 上帝严情他们 不是为了泄分 不是要放弃 而是要管教 要他们认罪悔改 好得着赦免 上帝甚至应许 以色列人只要离弃偶像 真心回转 将来可以在全地昌盛起来 成为全人类的祝福 一般父母教养儿女 或者会流于匿外 而管教不足 或者会过分强调打骂 而关爱不足 两种极端的方法 都难以带领儿女踏上正途 我们可以想一下 上帝是怎样管教祂的子民 他对待儿女 既有公义的管教 亦有无微不至的关怀 因威并思 而在这一切表象的背后 更加是长阔高深的慈爱与怜悯 比较第五章第一首葡萄园之歌 这里第二首葡萄园之歌 更能让人感受到上帝的爱 得见祂是怎样看顾以色列人 怎样挺身保护他们 怎样为他们的未来囚谋 天地的主 全能的上帝 竟然为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心情许愿 让他们与我和解罢 是的 让他们与我和解 正因为有这份爱 上帝给我们施以种种管教 让我们成就了最伟大的救赎计划 在管教移类的事上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 何不学校天父 回归内心 从最简单 最纯正的一份爱出发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